国际油价延续正当下行趋势,拖累变化率在复制范围内下滑,半轮成品油下调已成定局,后期原油暂无明显消息灭利好,下调幅度或将进一步拉宽,有望刷新年内最大跌幅记录。 主创观点,本季节周期以来,全球股市下跌引发对需求增长担忧,沙特宣称增产,美国原油库存激增,种种利空消息打压油价,原油出现单预报跌渐5%走势,随后,股市反弹及美国器材油库存下降,支撑油价小幅走高,受此影响,原油变化率在复制范围内不断下滑,对应下调幅度扩大。 主创测算,截至10月25日收盘,国内第五个工作日,参考原油变化率为负5.89%,对应去财油下调262元每吨,调价窗口为11月2日24时。 按照当前幅度测算,国内92号汽油跌幅在0.21元每升,0号柴油跌幅在0.22元每升,国内成品油市场在历经四连涨后,迎来下跌预期,且本轮臭品油下调,有二刷新年内最大跌幅记录。 此前的最大跌幅出现,在2月28日24时,器材油分别下调190元每吨,185元每吨,目前原油消息面多空交织,在无强有力消息面支撑。 在剩余的5个工作日以内,国际油甲有望震荡指纹,同时不排除载度下跌可能,顾本轮成品油下调幅度或将近一步拉宽。 卓创初步预计,11月2日24时,最终跌幅有望超300元每吨。 卓创资讯分析师,学纳,欢迎点击,查阅更多资讯家分析文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